奇葩的修门经历 看看 乱七八糟的 这个case是在密西萨家 然后呢 这个门你看都给拽下来了 然后刚才一看这个荷叶这块 是这种状态 钉这个门为什么要用这个膨胀螺栓呢 真是很不可取 把这个洞都给弄大了 弄大的话 你怎么样才能给牢固的再装回去呢 你看这也是 这都是什么状态 里面里面都是这种 就完了这个 这都完了 这都是里面是大的膨胀螺栓 这个只能一时OK 以后再坏的话都完大了 就怎么换呢 这个这个表也都出来了 哎呀 这个真是太太惨了 这个门 太惨了 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怎么弄 一会再看吧 门现在成这样状态 乱七八糟 看着 里面还有膨胀螺栓在里面 都在里面 再看着 上面是一种 下面是一种 下面的膨胀螺栓更过分 都在里面埋着了 这个门呢我就调好了 装上这边也是调过了 都关都关不严 那这边呢 已经都处理好了啊 可以了 重新钉回去了 重新钉回去了 这门都不行了 这个都都下来了 这个 好的 看 现在可以啊 好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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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